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让臣往东去齐国借兵救援 严帅来到齐国对齐王说 秦国的这种行为残暴无道 向新兵来州索要九鼎 州的君臣在朝廷里商量对策 认为与其将九鼎给秦国 不如将它送给贵国 能够挽救面临威王的国家 将会给您留下美名 能够得到九鼎 将是厚重的宝物 请求大王考虑一下这件事 齐王听了大为高兴 就发动了五万人的军队 派遣陈诚司座大将 前去救援东周 于是秦国的军队撤退了 齐国向东周索要九鼎 以兑现严帅的诺言时 东周国军为此事感到忧虑 严帅说 大王不必忧虑 请允许臣去齐国为您解除繁忧 于是严帅来到齐国 对齐王说 这回我东周仰赖贵国的一举 才使我君臣父子得以平安无事 所以东周愿意献出九鼎 但是却不知贵国准备走哪一条路 将九鼎运送到齐国 齐王说 寡人打算借到梁国 严帅说 大王不可向梁国借到啊 梁国君臣很早就想得到九鼎 他们在徽台和少海一带 已经谋划很久了 一旦九鼎进入梁国 就很难再出来了 于是齐王又说 那寡人向楚国借到 严帅回答说 大王这也不可以啊 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 很早就在夜庭进行谋划了 一旦九鼎进入楚国 就很难能够出来了 齐王说 那么寡人应该从哪条路 将九鼎运送回来呢 严帅说 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 为大王这件事忧虑 因为九鼎并不像醋瓶子 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 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送到齐国 也不像群鸟聚集 乌鸦飞散 兔子奔跑 骏马及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 过去西州讨伯阴商的时候 得到九鼎 就一只鼎都要九万人一起才能抬动 总共用了九九八十一万人 用到的兵士和工匠 以及所需要准备的搬运工具和被俘用具 更是难以计数 如今大王既有这种人力和物力 也不知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 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 齐王说 贤卿屡次来我齐国 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 严帅赶紧解释说 臣怎敢欺骗贵国呢 只要大王能够决定从哪条路搬运 我东周君臣可迁移九鼎听后命令 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 秦国攻打韩国一样 周男王对大臣赵磊说 你认为这件事会怎样发展 赵磊回答说 宜阳会被秦国攻破 周男王说 宜阳方圆八公里 有十万善战的将士 储存的粮食也能够支撑好几年 且他附近还有韩国国相 宫中的二十万大军 附近还有楚国大将景翠率领的兵士 一山扎在 相继援救夷阳 秦国一定不会成功 夷阳不会被秦国攻破 赵磊回答说 攻打夷阳的秦将甘茂是寄居秦国的客家 如果他攻下夷阳就有攻 相当于秦国的周公弹 如果不成功 就会被秦国割除官职 秦武王不听群臣父兄们的意见 执意要进攻夷阳 如夷阳攻不下来 秦武王会以此为耻 大势所趋 所以我说夷阳会被攻破 周男王说 那么你替寡人谋划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做 赵磊回答说 秦君王对储将紧粹说 你的爵位已经是执规 你的官职已经是驻国 即使你这次战争获胜 你的官决也无法再生了 但如果不获胜的话 那你就会被判死罪 不如与秦国作对 而去援助遗养 只要你一出兵 秦国就会害怕 你会趁秦军疲惫去袭击他 就一定会拿出宝物送给你 韩国国相攻中 也会因为你趁虚攻打秦国 而敬募你 他也一定会有宝物送给你 秦军攻下遗阳后 楚将景翠听取周王一简 发兵攻击 秦国大为恐惧 赶紧把主藻地方献给景翠 韩国果然也拿出 重宝酬谢景翠 景翠不但得到了秦国的主藻城 还从韩国那里得到了财宝 因此他非常感激 东周对他的恩德 东周片 东周与西周战 东周与西周交战 韩国打算出兵救援西周 但有人替东周游说韩湘王说 西周过去是天子之都 那里有许多著名的器皿和宝物 如果贵国按兵不动 可以使东周感激贵国的恩德 同时西周的宝物 也尽可以归贵国所有了 东周片 东周与西周争 东周与西周发生争端 西周想与楚国韩国联合 齐明对东周国军说 我担心西周会给楚国韩国宝物 让楚韩两国替他自己向东求帝 不如派人对韩楚两国说 西周想送给你们宝物 是抱有投机的态度 现在东周的军队 如果不紧逼西周 西周就不会给楚韩送宝物 楚韩想要得到宝物 就因促使我们东周去进攻西周 西周的宝物送出来 这就是我们为楚韩征得的宝物 施予的恩德 这样就削弱了西周 东周篇 东周育为道 东周想种水稻 但是西周不放水 东周为此很是忧虑 苏子就对东周国军说 请让我去西周说服放水 可以吗 于是苏子去拜见西周军 他说 您的主意打错了 您现在不放水 反而会使东周富裕起来 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麦子 没有种其他东西 您如果想坑害他们 不如突然一下子给他们放水 冲坏他们种植的麦子 放了水 东周一定又改种水稻 等他们种上水稻 就再给他们停水 如果这样 那么就可以使东周的百姓 完全依赖于西周 而听命于您了 西周军说 很好 于是就放水 苏子也得到了两国赏金 东周篇 昭县在扬迪 昭县来到扬迪 东周军打算派遣相国前去迎接 相国却不想去 苏利替他对东周军说 先前楚王与魏王会面时 楚军曾派陈锋到楚国去迎接楚王 派相公到魏国去迎接魏王 楚王与韩王相会时 主军也曾派许公到楚国去迎接楚王 派相公到韩国去迎接韩王 现在昭县并非君主 而您却派相国前往迎接 如果楚国的君主来到扬迪 那您打算派谁迎接呢 东周军说 对 于是终于停止了这次行动 东周篇 秦甲道于州以罚韩 秦国向东周借道讨伐韩国 东周害怕借路给秦国 会使自己与韩国之间的关系恶化 如果不借道 就会得罪秦国 石眼对东周国君说 主军为什么不打发人去对韩公书说 秦国敢于借到东周攻打韩国 是因为相信东周的 您为什么不赠送土地给东周 让他们派出众臣出使楚国 这样秦国必定产生疑虑 不再信任东周 这样一来 韩国就不会受到秦国的攻打 然后再派人去对秦王说 韩国硬要送给我们东周土地 是想让秦国怀疑东周 我们主军不敢领受 秦王一定不便说 不让东周接受土地 这样东周既得到了韩国的土地 又听从了秦国的旨意 东周篇 楚攻雍士 楚军围攻韩国的雍士 东周用粮食支援秦韩两国 楚王对东周此举非常愤怒 东周国君因此感到很担心 有人替东周国君对楚王说 以大王宁的强大国力 竟然对小小东周动怒 东周一定为此战战兢兢 他一定会倾尽全力 把自己和秦韩两国联合起来 这样一来 就正好增强了大王的敌对势力 所以大王不如尽早地消除东周的恐惧 东周之前得罪了大王宁 但后来却得到了谅解 必定会加倍地侍奉大王了 东周篇 周罪为吕吕 周罪对吕吕说 您为什么不利用秦国去攻打齐国呢 请允许我去说服齐王 认明您做齐国的相国 您可以利用齐国去侍奉秦国 一定不会有什么后患 您还可以让我周罪到魏国去做官 以便使齐魏两国共同侍奉秦国 这样天下各诸侯就都会受之于您了 在东方您就会受到齐国的尊重 在西方受到秦国的礼遇 秦齐两国一联合 那么您将长久地受到敬重了 东周篇 周相吕仓 建客于周军 东周相国吕仓 向周军举荐了一位客人 前相国公师级 怕那个客人在周军面前用谗言重伤自己 便打发人去 对周军说 这个客人是一个能言善辩之事 可是他之所以不可信赖 是因为他好诽谤别人 周文军免去了公师级的职务 而改用铝仓做相国 周的百姓对这件事不高兴 周文军为此感到很担心 有人对周文军说 国家做出一个决策 人们必定会有诽谤和赞成两种态度 忠臣使诽谤全都加在自己的身上 而把赞美的话都加在君主的身上 宋国的国君一务农师 来建造娱乐用的高台 因此百姓都非议这件事 这是因为没有忠臣 来为君主遮掩过错罢了 子憨辞掉了相位 而改做司空 百姓非议子憨 但包养他们的国君 齐桓公在宫中设立了七个市场 和七百个国家妓院 国人非议这件事情 管仲因此故意在家里住三规台 来掩盖齐桓公的过错 而不是自己有意伤害民心 春秋所记载的君子杀国君的势力 数以百计 这些臣子都是很受赞誉的大臣 所以说 大臣受到赞誉并不是国家的好事 由此看来 人越多力量就越大 积累微小的土石就能成为大山 周君于是就没有免掉铝仓的职务 魏国温城有一个到东州去 东州官吏不准他入境 并且问他说 你是客人吗 温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我是主人 东州官吏问他的住处 温人却毫无所知 于是官吏就把他拘留起来 这是周君派人来问 你既然不是周人 却又不承认自己是客人 这是什么道理呢 温人回答说 我年少的时候曾诵读诗经 诗经上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如今周君统治天下 我就是天子的臣民 又怎么能说我是客人呢 所以我才说是主人 周君听了 便把这人释放了 东州篇 祸为周罪为金头 有人作为周罪的说客 对赵国的金头说 秦国派周罪到齐国去 秦国派周罪到齐国去的目的 是为了使天下诸侯 一句秦齐联合 并且秦国又知道 赵国难以与齐国作战 恐怕齐韩两国和好之前 必定先同秦国联合 如果齐秦两国联合起来 那么您的赵国就要变成废墟了 您不如救助齐国 再帮助秦国去讨伐韩国和魏国 那么上党的长子就归赵国所有了 这样您在东边 可以收到秦国送来的宝物 在南边又能夺取韩国的土地 魏国就会因此而陷入困境 再逐步地向东边扩展 那么齐国只有向赵国求和了 齐国的相邦周醉 对赵国的大将金头说 先生这是与秦国作对 与强大的齐国作战 如果赵国战胜了齐国 秦国就将收服齐国封锁齐地 迫使齐国不得多割让土地给别国 这样秦国就可作毕上官 任诸侯互相混战 如果赵国战败 赵国就会大伤元气 不得不听从秦国的摆布了 得到了韩国和魏国的上党太原之地 西边的土地就归秦国所有了 秦国的土地已是天下的一半 在控制住齐国 楚国和韩国赵国魏国的命脉 将使赵国颠覆 您也自身难保 这您是出的什么主意呢 东周篇 石行情为大良造 石行情对大良造说 想要成就霸辱威名 不如慎重地对待东西中 那些有辩才有智谋的人士 石行情又对周军说 您不如让那些有辩才有智谋的人士 为您在秦国争取尊贵的地位 东周篇 魏薛公 有人对薛公填文说 对齐王来说 周罪可谓功不可没 结果却遭到驱逐 这是因为听信了祝福 而用了履理当相国的缘故 在这两个人的怂恿下 一味想争取秦国的援助 一旦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 祝福和履理就会受到重用 履理有了周氏和齐国的支持 秦国一定会轻视怠慢您 您不如赶紧向北进军 促成赵国与秦魏两国的议和 再任用周罪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样做不但可以挽回齐王的信誉 还能制止天下政治形势的变化 一旦齐国失去秦国的援助 天下诸侯的矛头都将对准齐国 祝福必定逃跑 齐王又能用谁来治理他的国家呢 齐王最终还是采纳了祝福的话 排挤了周罪 有人对齐王说 您驱逐周罪 听信祝福 任命履理为相国 是想要争取秦国的支持 一旦齐秦联合 秦国就能得到天下诸侯的幸福 这样一来 齐国就要遭到沉重的打击 再说 秦齐联合在一起 赵国必定会对秦国心声敬畏 必然急忙出兵攻打齐国 来向秦国示威 秦国利用赵国攻打齐国 同驱使齐国攻打赵国 其实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这样齐国必定是没有安稳的时候 因此任用祝福 天下诸侯就将臣服于秦国 苏利替周罪对苏秦说 您不如说服齐王听从周罪的意见 割让土地来同卫国联合 赵国一定因害怕孤立而愤怒 就会有一同齐国结盟 这样一来 您凭着齐位联合 再同强大的楚国结盟 可以保全齐国 如果您愿意利用周罪的话 那么主张齐位赵三国联合的是您 而主张割让土地给他国的责任 将归之于周罪 东周篇 为周罪曰仇贺之相宋 有人对周罪说 赵晨仇贺出任宋国的相国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观察秦国 如何与赵宋联合起来 打败齐韩卫三国 如果这三国没被打败 他将促使赵宋两国和东方的齐 魏 韩 三国联合起来 孤立秦国 同时也观察韩卫两国的关系 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牢固 就会想办法让秦国联合宋国 去攻打齐魏韩三国 再把赵国和宋国出卖给三国 鉴于这样的形式 您为什么不派人去对韩卫两国的国君说 想让秦国和赵国互相利用 最好就推举周罪 兼做相国 以向天下人显示 韩卫之间的友情牢不可破 这样秦赵两国必然相互出卖对方 以此同大王联合呢 有人替周罪对魏湘王说 秦国知道赵国害怕同齐国作战 秦国又唯恐齐赵结盟 因此一定会在暗地里支持援助赵国 赵国不敢与齐国交战 因为担心秦国不支持自己 假意与自己结盟 实际上先与齐国结盟 这样就会出现秦赵两国都争着讨好齐国的局面 大王杀了周罪 就没有人去联合齐国了 这是不行的 现在如果大王不派遣周罪去联合 并争取齐国 等到秦兵紧急出兵攻打齐国的时候 这件事就很不好办了 有人对周罪说 魏王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 是想联合秦国去讨伐齐国 薛公田文背离齐王 轻易地忘记了自己在薛的封地 竟然连他父亲的坟墓都弃之不顾 而您却一味不肯连秦罚齐 并以此为美德 又向群臣表示 依从而不齐盟原先的君主 不与秦结盟讨伐齐国 如此生出许多事端 引起秦国的愤恨 这样是不行的 您不如去对魏王 薛公说 请允许我替大王到齐国去 天下诸侯 可能因此不做出伤害齐国的事情 如果发生变故 请让我替魏国去援助齐国 如果未发生变故 只要等到秦国被孤立 大王就可以出兵讨伐他 再说我虽然做过齐臣 若是耽误了大王交接天下各国的计划 那就太不尽情理了 大王对我的恩惠太深厚了 只要我到了齐国 那么大王对齐国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东周篇 赵取周治祭地 赵国夺取了东周的祭地 周军为此感到忧虑 便把自己心中忧虑告诉了郑朝 郑朝说 君王不必忧虑 请给我三十斤 我能把那祭地重新收回来 周军给了郑朝三十斤 周朝把他献给了赵军的太补 并将祭地的事告诉了他 大王生了病 让太补算卦 太补责怪说 这是东周祭地的鬼神在作怪 于是赵国便归还了东周的祭地 东周篇 杜鹤欲众紧粹于周 杜鹤想让东周重用紧粹 就对东周国君说 您的国家很小 亲近全国的珍宝 侍奉显赫诸侯的笼络人心的方法 不是太适合 不能不慎重考虑一下 您的做法 就像把网设在没有鸟的地方 永远也不会捕到鸟 如果把网设在鸟多的地方 就会使鸟察觉到 又会把鸟惊飞了 只有把网设在有鸟 而鸟不多的地方 才会捕到很多鸟 如今您把钱花在 生名显赫的人身上 但这些人瞧不起您 把钱花在普通人身上吧 这些人一无是处 又浪费钱财 君王只有把钱花在 暂时穷困潦倒 现在并不显赫 将来一定成大器的人身上 这样才能达到您的目的 东周篇 周贡太子死 周武功的贡太子死了 武功还有五个树出的儿子 他都很喜爱他们 但始终没有确立谁做太子 大臣司马俭对楚怀王说 您为什么不给公子纠封赏 并且替他申请为太子呢 大臣佐成也对司马俭说 周军不答应 这样您的谋划便难以实现 而且楚国也会因此与东周交恶 不如去对周军说 主军想要立谁做太子 请私下告诉我 我将让楚王把封赏给他 公子若想做太子 您可以派人去对楚相国的车夫展子 和小臣瑟夫空说 楚王似乎想让公子若做太子 公子若可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 如果他处在太子的宝座上 对相国真是百害无一利 于是楚相国便让公子旧做了太子 东周篇《三国爱情》 韩 赵 魏 三国阻绝了秦国向东扩展 周军派出他的相国出使秦国 因为害怕受秦国的轻视 便停止了这次出访 有人对相国说 相国出访秦国 秦国是轻视还是重视尚不可知 秦国很想知道三国的实情 您不如马上去见秦王说 请允许我为大王侦查东方三国 赵 韩 魏的行动 秦王必定会看中您 这样您就使东周受到秦国的尊重 东周受尊重 就是争取到秦国了 秦国本来就尊重东周 东周才会有威信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争取到了齐国 只有这样 东周才能经常不失掉大国的邦交 东周篇 昌他王西周 西周大臣公他叛逃出西周 去了东周 公他把他所知道的西周的国家机密 全部泄露给了东周 东周国君十分高兴 西周国君知道后愤怒万丈 西周大臣冯且对西周军说 我有办法杀掉公他 西周国君就给了冯且三十斤 冯且派人拿着黄金和一封反间信 送给在东周的公他 信上写道 告诉公他 如果事情可以办成 你就尽量努力办成 如果不能办成 就速速赶回 时间长了 事情可能会败露 到时你就自身难保 同时 冯且又派人告诉东周边境的东周探子说 今晚有奸细要进入东周国境 东周探子果然捕到送信人 搜出书信献给东周军 东周军立刻将攻他杀掉 东周篇 召检与东周恶 召检与东周的关系恶化之后 有人对召检说 我想为您暗地里谋划一下 召检说 谋划什么 这个人说 西周非常憎恨东周 经常想让东周与楚国交恶 西周必定派刺客暗杀你 借此来宣传重伤东周 目的是使楚王憎恨东周 召检说 对 我实在怕东周派刺客暗杀我 最后使楚国和西周的关系恶化 于是召检派人去与东周讲和 东周篇 严氏为贼 严随谋杀了韩相侠雷 杨树也参与了此事 事后他们逃亡经过东周 东周军收留了他们 让他们住了14天 之后用四匹马拉的车子将其放走了 韩国派人责问东周军 东周军为此感到十分忧虑 有人对东周军说 您就直接了当 毫不隐晦地对韩国使臣说 我本来是知道杨树参与了严随的谋杀事件的 所以把他留了14天 等待贵国的指示 可是我们国小利弱 怎能违抗贵国接纳杀人凶犯呢 可是贵国的使臣又迟迟不来 所以才将他放走了 请不吝点赞